虽然欧美股市在此能为下跌 但是跌幅不大 尤其是美国三大股指的跌幅都在1%以内 欧洲的部分的国家跌幅比较大 但是多数跌幅一般 像法国荷兰跌比较多 在2.3%以上 德国欧洲斯多克以及意大利的跌幅较大 都在3%以上 那亚太股市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马股经过两天的反弹之后 是不是有惊无想呢 原因判断3月份马股是以下跌为主 那么接下来3月份会再下跌吗 大家好 我是后面里的陈小雨 欢迎大家去收听每天中午五盘减评的活动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美洲的情况 美洲这一边呢 昨天晚上有初天下跌 但是跌幅没那么大 纳斯达克跌比较多 跌0.95 欧洲这一面呢 基本上是 涨少跌多 像荷兰 法国 欧洲斯多克 意大利 德国跌比较多 接着到中午收盘 亚太股市也是多数时间下跌 目前在上涨的是 斯里兰卡 印度还有太股 其他基本都是在下跌当中 跌最多的还是 香港的三大股指 恒生指数 红柱指数 以及国企指数 以及中国 中小板 创业板 还有深圳陈指 跌幅都比较大 马股 接着到收盘呢 跌了18.69 跌幅在 1.18 从今天的分纸走势 以及从今天的 蜡烛形态来看呢 马股开盘 就是快速杀跌 到9.45分之后呢 有反弹 但是反弹无力 没有办法有效突破黄线 虽然 天中有两次 尝试突破黄线 但是都没站住 目前又回到黄线下方 所以说 接下来以震荡为主 概率比较高 从今天的蜡烛形态来看呢 是低开低走 也昨天呢 又构成了一个 全门大抵走势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不太妙的一个征兆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风险 从今天的资金和 趋势角度来看呢 今天属于继续震荡的格局 下面资金状况呢 是外资有减少 庄家依然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60分钟图表当中的情况 那60分钟这边呢 显示目前呢 刚好是跌到了红圈的位置 就知道中午收盘的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阴线 所以说下午的前一个小时 如果能收一个阳线还行 如果前一个小时又收阴线呢 就容易变白圈了 下边是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所以说呢 反弹能否持续呢 需要打一个问号 从今天的盘面资争来看呢 也是比较难看的 现在下跌的股票是526只 上升的股票是274只 平盘的是338只 从行业来看呢 几乎全的下跌 只有科技吧 快在逆时上升 跌幅较大的是 Financial Service 以及呢 这个Industry 跌幅都在1%以上 从今天的行业来看呢 科技板块是显示出了 比较强势的特征 下边的外资呢 对有增加 方家已经有引线 当然因为还没有收盘 所以说收盘之后 如果变成红圈就是好的 60分钟图来看呢 是刚好跌到了红圈 是否到支撑弹起来了 下边的C状况呢 也比较好 无论是庄家或外资 都在增加 都在增仓 所以后面我们要看 在日线范围 庄家是否能够持续增加的问题 以及今天收盘之后 是否还是红圈 但是因为离着红圈比较远 所以说容易回撤 那这一个呢 是瑞兹 经过两天反弹之后呢 今天开始有所调整 因为是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所以说容易是一个反弹而已 然后像Property这边呢 也是反弹两天之后呢 今天有突然调整 因为下面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所以说只是一个反弹吧呢 和Future基本是一样的 然后Utility这边呢 是反弹一天又往下走了 所以是比较弱的 Plantition这边呢 今天就有出现一个 不太正常的现象 从前面来看的话 今天应该是收阳线是对的 是吧 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个阴线 但是它目前还在 这个前面这个高点以上 所以这个位置呢 变成一个止损位 今天如果说 创出这个近期的新低 那就不好玩了 从下面的资金状况来看呢 无论是外资还是中央家 都在撤出 所以是不太好的一种信号 像Trend Potition呢 是刚好反弹出一道白圈 没有过 下面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所以说上升的动能不足 Husker这边呢 今天是下跌 昨天反弹一天 因为没有中央也没有外资 所以来讲呢 反弹也很难持续 他的Communication也是 反弹两天之后 结束反弹 因为下边没有吵架 Consumer这边也是 刚好顶上白圈 然后没有吵架 也没有外资 所以说也很难 能够出现强势上升 Energy呢 这边继续低开 但是有明显的 抄底资金在介入 从资金状况来看的话 庄家已经消失了 外资还在持续减少 反正Service呢 今天是低开率走 然后外资状况 也是在不断减少的 其实暂时还是属于 横板震荡阶段 不太正常的是 这个Industry Industry今天继续下跌 因为有一大部分工业股呢 是属于石油工业的 如果石油板块下跌的话 那么工业股 容易出现下跌 然后前面 我们记得给大家讲过 就是这个工业板块里边 比较大群重的一个是钢铁 是吧 但是钢铁最近没有表现 所以说它也没有能够出现上涨 从今天的涨幅榜来看 上升超过18%的是12只 然后下跌超过18%的是16只 这样来看的话 空方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 现在我们就简单看一看 涨幅房里边的个股 今天好像似乎什么行业都不太好 是吧 上面呢基本都是没有什么趋势 没有什么趋势的 那今天的9377呢 就比较明显啊 最近看到资金状况也比较积极 然后无论是六彩成龙 还是六彩游龙怎么样 都出现了不错的上升 然后是9407 今天的表现不错 外资和机构都有明显增加 但是因为它属于极阳 我们可以参考这边是吧 这边也是一天之后就调整了 是吧 上半场的今天有表现不错 当然是炒价比较少 那BJF的呢 最近就是因为粮食账价的问题 它应该受到利好一些利好 所以说上升 今天BJF的是有是有是有这个利好消息的 其他的像这个SOLO WEST是吧 也是一直在起的 科技股当中的今天没有太多表现 表现不是特别好 0181的也出现红圈了 这些基本都属于科技股了 也都还是在反弹当中 028级面反弹比较多 那你的股票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是正科是吧 正科也反弹了 从1.5反弹到1.9.5 这个账幅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及像亨顺呢 还有一个709啊是吧 这些都属于科技相关的 今天的重值板块 虽然个别啊 虽然这个整个行业在调整是吧 但是个别的股销呢 还是有上涨的 所以说我们去看一看你这个股票啊 比如像这个答案呢 今天有上升 外资和机构呢 今天都有增加 那你的股票到底什么情况呢 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 到下面的一些方式 我们会给你做一个诊断 那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朋友呢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Telegram的学习小组 Google讲古的学习频道 那这个频道呢 会去收集一些有用的信息 有营养有价值的一些资料 能够让我们在股市当中 少做很多弯路 接受很多时间 给你导盘解析的话 跟得上的话 就基本上每天对股市会了入执掌 要跌了还是要涨了 基本都会很清楚 如果想要加入的话 也是点击我们下边的 Google讲古学习频道的链接 轻松可以加入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呢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